台灣麻將節奏鮮明 打起來輸贏又快又直覺 相較於其他不同地區的麻將 虎牌的條件簡單許多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許多玩家都會忽略戰術的重要性 更流傳著一句經典幹話 麻將七分運氣三分技術 哇 果然有說跟沒說一樣 誰不知道麻將運氣好的時候擋不住 但總不可能每天每把都運氣好吧 實戰經驗與技巧還是非常重要的啦 今天我們就要來幫大家回顧一下 這幾次跟大家分享的技巧 技巧1 聽完簡單看麻將少年室 經過了麻將少年室的五個訣竅訓練 相信大家已經非常熟練了 首先先把眼睛抓出來之後確認 任何有眼睛的可能都要仔細檢查 再來把頭尾去掉簡化試試 把眼睛塞回去後抓掉刻子試看看 最後再來檢查沒有眼睛的情況時 有沒有掉漿的可能性 可以的話一些特殊牌型也硬記起來 但最後倒牌前還是要反覆確認喔 技巧2 掌握局勢不可或缺的叫牌技巧 叫牌技巧非常重要 也是實戰經驗的累積之後 才有辦法如魚得水的操作 尤其在速度很快的局 關鍵時刻更需要把叫牌技巧搬出來使用 首先不輕易亮搭 即使只是考慮有沒有真的一定要吃 也要小心不要將吃牌的搭子亮出來 在對手做出相同動作考慮時 碰斷對手牌的速度也要夠快 一來減少爭議 一來也能讓對手判斷不出來 自己是不是防守性的碰牌 胡牌不要急 確定下一家手摸到牌蹲再喊牌 來避免胡牌爭議或是過水藍弧的狀況發生 所有的中斷叫牌都喊同一種 比較能讓對手分不出來 到底是碰牌槓牌還是胡牌 也可以有效達到防止過水抓髒的情形 這些技巧非常考驗玩家的經驗 多練習就很麻煩習慣了 直接看穿對手的聽牌拆搭技巧 原來打什麼你就打什麼 這種死定的打法 不只大幅減少自己的胡牌機會 更還有可能跟不僅下車下來要放槍 所以只看海底打出的牌是完全不夠的 首先牌局在進行中 要盡量去記起大家出牌的先後順序 並在空檔的時候反過來思考 例如為什麼是先打8再打9 是不是要4-7還是先跑牌呢 而是摸到直接丟出來還是從手牌裡面打出來的 也要觀察仔細來找到對手聽牌的時間點 由於流動很快 中旬如果對手吃碰牌之後打出的牌 都要將它假設為聽牌打出的牌章 若是大致或是非常安全的安全牌 就要格外小心應該是聽牌了 以上的技巧也可以反過來在自己的手牌上操作 來防止其他對手看穿你的搭子 或是看穿你的聽牌時機 最後每個人打牌習慣或風格都不同 適時的放槍來讓對方倒牌驗證自己的想法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技巧也是非常需要專注力觀察力和經驗的 只靠運氣絕對是完全不夠的啦 技巧是 避免失誤不該喊不要喊 前面討論很多進攻防守的技巧 而牌局的進行中也要特別注意避免自己低端的失誤發生 該喊牌中斷別人的動作一定要喊 而且要非常明確的中斷 才不會有人沒聽到下一條字幕 這樣硬要凹也會很難看也很尷尬 而台灣牌的上家打的牌 不管你是要吃還是碰都可以不喊出聲 這樣不僅可以減少失誤 還能讓對手拆不出來是吃還是碰 甚至是在預備要過水時 就會考慮直接胡牌 而打出的牌其實可以不用喊 除非有其他家不清楚詢問 再跟他說自己的手牌 大家只要吃要碰要胡的 當然也不要地端的喊出來 要牌的行為是非常要不得的 這樣就能降低失誤發生無法胡牌的機會啦 技巧5 麻將在南北要適應玩法 台灣牌南北的玩法差異大 雖說本質上還是同一個遊戲 但是規則不同戰術也就不同 能適應不同規則的玩家 才是有實力的玩家 況且麻將不是一把定數應的遊戲 在排局前期過程中 也要盡量去適應規則玩法 不要說南北部的差異了 有時候抵台比例不同 玩法戰術也會大大的不同 所以玩家要做的就是適應規則 若是每次上桌打法都一成不變 除了很容易被其他人看穿打牌習慣之外 同一條打法也不可能適應所有的規則 適時的挑戰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啦 以上就是5個超重要的麻將技巧啦 相信了解其中的精髓之後 你再也不會跟一些低端不努力的牌咖 或是以老賣老的長輩一樣 說出麻將完全就是運氣遊戲之類的話啦 如果平時想要隨時練習排技 也可以打開生來野麻將累積經驗 目前遊戲中設有區域蒸發站的活動 不管你是南部人北部人設定好之後 就能和同一區的精銳競爭 跟設有地區的區域排行榜來檢視自己的排名 透過畫面左上角的按鈕可以確認自己目前的名次 跟前段班的強者施殺累積經驗 上桌就不怕被老手給載啦 好 今天呢 我要請我的雷夢來幫我們做最後的總複習 綜合練習 用上我們這系列的影片教的5個技巧 讓我們直接進到這個比賽桌的區域爭霸賽 位上吧 GO 哇 大家都大師耶 什麼情況 大家只要夠的話 可以先跑一些危險張 免得後期沒時間跑危險張 留久留成愁 早打吃不到 好 而且像這個區域爭霸戰 他是打 只打東風嘛 那這個 很快就結束了 所以搶聽是很重要的 欸 哇 突然間 有人就被虎了 哇 他排也太好了 我現在在打這個是一萬兩千 比四千台 一台四千 所以 底台比大概是3比1 其實算是 滿正常的一個底台比 有時候底台比會到這個 2比1嘛 那2比1的話 可能就要比較拼摸 不會去做 紅牌 或者是拼 但是這個 現在這個是3比1 底蠻大的 所以 能虎就虎啦 不需要去做 過多的一個什麼 過水啊 拼直摸的動作 那像我們之前也有介紹 那個南部牌 也是一樣的感覺 因為南部牌大部分 都有滿台嘛 才滿台四台 那其實 我的想法啦 跟隨做1摸3好了 那還做 還做牌 無聊 這個拼摸 1摸3直接三台 接近滿台了 就很普啦 來 來不及吃 超快 真的耶 拼速度拼不贏 他們這些 他們好強喔 平常打牌啊 這個面對面做著 比較能拆 其他家聽什麼 因為會有那個 動作 有的人 聽牌做特別靠前面 他上一隻才剛打過20 他可能聽旁邊 14條或什麼 三條對對之類的 但是這個 因為神來野 他也有這個 聽牌 你可以宣告聽牌嘛 有些人他會習慣 留鞍張 比如說留一張大字 那 他可能現在打北風 然後上一手可能打無兵的 欸 那個無兵 有可能是他聽牌前的 關聯牌子 他先跑而已啊 所以 可以從這邊來猜測啊 像這個東風戰嘛 真的是 大家不留前面的 狂吃猛碰耶 直接開槓之類的都有 那比如說 像我現在四六八餅嘛 那 我是要吃五七餅的啦 但是像我旁邊那個五八萬是對對嗎 假如說我現在是不需要碰五八萬的 有人打五萬了 那你那個取消 取消碰牌要趕快按快一點 不然會被人家發現說 哎呀 我要 我要五八萬 這樣子會被 猜出來啊 其他家也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別人要碰 不是你要吃 對啊 我阿嬤來都看得懂啊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困難啊 但平常如果 這個 很多牌啊 比如說同一種花色的牌 有很多啊 那 那 新手可能會很常遇到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 總共聽了幾張 然後 要胡牌或要字幕的時候 又怕怕 萬一這一首沒有過完水 我有聽這一張沒發現 結果炸火 要爆那怎麼辦 那其實 之前介紹的麻將少人師有講到 通常把眼睛先抓出來 再來看其他的 這個 聽牌的掛 是 嗯 比較簡單的方式 如果有暗客的時候 然後旁邊如果有帶東西的時候 這很容易會聽到這種 大螺絲小螺絲啊 比如說 比如說 333 333 45678 這個時候會聽 369代17 所以要特別注意 要按停好了 最後一把 跟你拼了 停破夢湖啊 沒什麼好考慮的 好 欸 你放了 好 那 以上呢 就是我們雷鳳幫我們示範的這個 對局的經驗談啊 那你有沒有什麼 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有沒有什麼小技巧 你個人習慣的小技巧 真的假的可以 TUN可以講我的奧波了嗎 什麼奧波 比如說 3556萬 你不是打完3萬5萬聽牌 把那個3萬5萬弄在自己的前面 不要叮我 不要叮我 什麼爛招 或者是自己聽47萬的時候有沒有 自己沒打過啊 下家或上家打過 把那個47萬 手牌的時候 對 慢慢撈過來 以為是自己打 什麼爛招 溫馨了一下說 欸 這不是你打的嗎 對啊 不是我打的 我把他撈過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五個使用的小技巧啦 那如果大家 對這個小技巧 還有一點點 這個不熟悉的話 可以回去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裡面都有非常詳盡的解說啦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